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新透支 我是飛機師鄭文貞 今天是10月16號星期一 祝福大家 本週都能夠操作順利大賺 好 那在上禮拜五的美股 跟台子夜盤 賣壓是稍微的比較重 上禮拜五的台子夜盤 是下跌了121點 很多的科技股跌幅相對 也是比較重一點點 其實就像我們上禮拜 跟大家強調的 尾巴戰爭這件事 短期內難免還是會 產生一些避險的賣壓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這絕對是單一事件 所造成的震盪 就是說其實尾巴戰爭這個東西 它是非常非常突發性的狀況 你說在我們雙十連假之前 誰會想得到尾巴它會打起來 不可能嘛 不過有人知道說 以色列跟哈馬斯組織 他們會突然起衝突 所以這真的算是說 非常突發性的狀況 那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在強調 其實遇到什麼事情都一樣 只要去判斷說這件事 它會不會扭轉整個趨勢 如果不會 那它所造成的震盪 就是百分之百的買點 這是一個簡單的判斷邏輯 就是說現在的台股跟美股 走的都一定是一個 谷底翻揚的主身段 它一定就是說從谷底 慢慢的往上去做成長 就以明年來講 一定是向上成長 我們唯一需要去做的就是說 這件事它會不會影響整個趨勢 它會不會扭轉趨勢 如果說這件事 它不至於說扭轉趨勢 那它所造成的震盪跟拉回 它就是百分之百的買點 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尾巴探針這件事 不要因為這件事 而去放空還是做多 就是說我們去買股票的理由 或是說放空 或是說做多的理由 都不要跟這件事有關係 這件事就是說很純粹 短線上的震盪跟影響而已 這絕對不會扭轉整體的趨勢 因為就像我 我們上過第一時間 其實就有跟大家講 尾巴探針造成一些 短線上的避險賣壓 這些都難免 但是你說 它要演變成說很嚴重的狀況 機會非常非常低 因為就像我講的吧 如果說這件事 它真的要演變出說很嚴重的狀況 它就要牽扯到沙烏地阿拉伯 就是說如果說沙烏地阿拉伯 它有表態說它要支持哪一邊 這個就會比較嚴重 因為原油的價格波動就會比較大 但是目前沒有 目前沙烏地阿拉伯 它的立場就非常的中立 只要它的立場中立 就不可能會演變成像是之前的 比較像是贖罪日戰爭 這種比較大型的原油戰 所以完全不需要去擔心 尤其是說 今天可能說指數在季線之上 會稍微的震盪 但是這絕對是一次百分之百的買點 你去想 當時的烏二戰爭 應該是說每一次都是這樣 只要說跟兩國衝突比較有關係 應該說兩國衝突所造成的震盪跟拉伯 哪一次不是買點 幾乎每一次都是買點 包含像是烏二戰爭也是 烏二戰爭的嚴重性 絕對比這一次更嚴重吧 一樣也是買點 你要回過頭來看 當時所造成的震盪一樣也是買點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短期內因為說 像是美元跟黃金 它還是會受到一些避險的賣壓影響 就是說市場一定會去避險 那去避險它會去買美元 它會去買黃金 那只要說美元強 黃金強就會壓抑到股市 它就會產生被動式的賣壓 所以這部分 絕對是沒有問題 我簡單帶大家來看一下 像是你去看 道琼 就像我們上禮拜所講的 其實如果說以道琼指數來講 我們先看美元 美元原本已經大幅度的回落了 然後這一根長空可以上去 主要還是擔心說 尾巴戰爭開始打地面戰的話 會不會造成什麼比較劇烈的影響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提前避險的賣壓 這些都很正常 美元指數 那美元指數相對比較強的話 一定就會影響到大型的科技股 像是道琼也是 那就像我們上禮拜所講的 因為道琼它也是剛剛好是遇到了 月線的反壓 因為遇到月線反壓 會出現部分的賣壓 這些都很正常 還有像是 肺半也是 肺半也是剛剛好遇到了 季線 綠色這一條線 季線的反壓 一定會出現震盪 這些都非常的正常 非常的合理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台股 台股也是一樣 台股正式站上的季線 今天因為說受到 可能說一些尾巴衝突的影響 今天一樣會在季線之上 稍微的震盪 或者說反覆測試季線 這些都有可能 但是以整體大格局來講 台股在季線之上去做震盪 這些都非常的正常 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大家只要知道這個 簡單的中心邏輯就好 尾巴戰爭所造成的任何震盪 任何影響 絕對不會扭轉趨勢 只要不會扭轉趨勢拉回來 我們一定就是去找買點 就這麼簡單 尤其是說台股在這個時間 它真的就是要走一個回升段 那既然是走回升段的話 很多的個股 我們就是利用這樣的機會 下去做切入 所以就像我們上禮拜所講的 只要說此處正式站穩季線 很多的便宜好股票一定會補漲 它會一檔一檔開始補漲 又加上本週最重要的兩件事 第一叫做台積電法說會 第二叫做鴻海科季日 因為說鴻海科季日有傳出說 黃仁勳會來參加 但是大家要知道 就像我們之前提過的 鴻海科季日 黃仁勳來參加的話 他會帶動的會是電動車 不會是什麼AI 你就想鴻海科季日 就是要推他們家的電動車 請黃仁勳來 如果是講一些AI相關的晶片 不可能 所以一定是說請黃仁勳來 黃仁勳比較大的可能 他會去講說 接下來鴻海的電動車 可能說N7系列 或是像是N5系列 他會怎麼樣去發展 或甚至是說N7系列 或是未來之後推出的N5系列 他會採用什麼樣的AI晶片 這就很有可能 所以鴻海科季日 比較大的機會 他還是會帶動電動車相關的一些族群 像是他們自家的育龍 這就很有機會 以台積電法說會來講 台積電法說當然就是一些設備廠 這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所以指數總結來講 就像我們上禮拜所講的 季線之上的震盪 這些都難免 這些都很正常 便宜的好股票 一定會輪流補漲 他一定會一檔檔這樣 輪流的漲上去 因為就像我講的 如果說以總經面來講 總經面對於指數影響最劇烈的 一定是美國關門這件事 他會造成比較深遠的影響 但是目前不會發生 所以目前唯一會出現的就是 唯一會造成短線上震盪的就是尾巴戰爭 但是尾巴戰爭這件事 他不過就是短期的單一事件 沒有任何的問題 所以把握機會 今天會震盪 但是在季線之上的震盪 我們就是利用這樣的機會下去做切入 所以如果說不知道要買什麼 或是說怎麼去買 歡迎直接加入我們的Light 小老鼠W178W178 直接拿起手機掃描右下角的QR Code 也可以直接加入 在我們的Light裡面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 其實最大的價值 當然說避開風險 或是說獲利取得獲利 這些都是基本的 最重要的說在我們的Light裡面 會有絕對在外面看不到的一些 個股的操作邏輯 跟一些全新的思維 所以其實如果說以整體來講 就是以個股為主 因為低位階的股票 在這個時間點 他一定會補漲 他一定會陸續這樣補漲上去 因為我這樣說好了 假設說如果沒有尾巴戰爭這件事 台股早就不知道漲到哪裡去了 因為說上禮拜五的收盤價是 即將挑戰17000點 16782點左右 如果沒有尾巴戰爭這件事 台股早就已經佔上17000點 甚至已經去挑戰17200點到17500點 都有可能 所以你去想 這本來就是應該要漲的漲勢 只是有這件突發性的事件出來 那這是不是就多一次的機會 所以我們這樣直接看個股 你去看 只要說未接夠低的股票 他在這個時間點 一定就是陸續補漲 2201的育龍 是吧 2201育龍 也是我們在前一週一直跟大家強調 這樣子的股票 早晚會漲上去 紅華先進掛牌 加上電動車要開賣 2024預估是8到9 2024就是說我們以一個最低限度的標準 假設說N7就是中規中矩的賣 沒有爆發也沒有賣得不好 中規中矩的賣 明年就是8到9起跳 那8到9起跳 如果說紅華先進又再接到 更多歐美的訂單一定是超過8到9 那2024估8到9 不到80元的股價 真實本益比不到10倍 不到10倍怎麼不會漲 非常的便宜 所以當時是跟大家講 要買就趁現在 要買就是趁跌下來 不用等到它拉上去才去買 有沒有 上禮拜五 一度大漲了 將近是9% 接近漲停板 一度大漲了接近9% 最高來到91.7 創下短線上的新高 突破所有的橫盤整理 橫盤盤整區間 91.7 直接往上衝 所以你看 上禮拜的台股不過就是三個交易日 不過就是三個交易日 育龍漲多少 育龍足足漲了16% 三個交易日就漲了16% 這就是我所講的 其實只要位階夠低 它早晚一定會發酵 它早晚一定會發酵 所以你看我們在前一週就雙十連假前 雙十連假前我們把3325的續品 獲利出場 大賺了30到40%以上 續品獲利出場之後 資金又轉到位階更低的2201的育龍 育龍上禮拜漲幅16% 足足高達16% 上禮拜不過才三個交易日 三個交易日行情也不是說特別好 育龍漲幅就高達16%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一定要知道說 就以個股來講 個股的領先指標一定是產業 跟它未來的數字 一定是這樣 就是說產業好 未來的數字夠強 技術面才會轉強 如果說以大盤來講也是一樣 大盤的領先指標 就叫做總金面 總金好 技術面早晚是要轉強 所以你看這個位置 你看以育龍來講 育龍在前一個禮拜 它的位階 它的技術面絕對 絕對不是說最漂亮的 它在這個位置 技術面這麼醜 你說怎麼會去買 邏輯很簡單 2020預估要賺8到9 預估賺8到9 這個為真實本益比 才不到10倍 不到10倍 早晚一定要往上漲 有沒有輕鬆就是16% 丈夫租租就是16% 那當時上影線 主要還是消化前方的賣壓 跟一些當衝客所造成的影響 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對於個股來講 真正的領先指標 是我們要去掌握 它未來的產業 跟未來的預估數字 因為你不能說 技術面 技術面轉強 它的基本面就突然變好了 或者說技術面轉強 整個大盤的總經面 經濟就突然變好了 不可能嘛 是說經濟好 技術面才會跟著轉強 所以我才說這個禮拜 在紅海的科技日 最有機會受惠的 就是2201的育龍 你去想 這就很有趣 紅海的科技日 剛剛好是挑在 紅華先進 股東會的隔一天 這意圖不是夠明顯了嗎 而且紅華先進 在今年的 在這個月的月底 可能就會掛牌上去 只要掛牌上去 對於育龍來講 它的益柱就非常大 所以如果說黃仁勳來的話 他是很有可能 針對車用這一塊 下去做喊的話 或是說下去做一些 未來的解析 包含像是3483的勵志也是 3483的勵志 Joyson的水冷系統也是 有沒有 當時我們在端午節前 也是賺過一大段 租租100% 前一週在進場去做切入 上禮拜 三個交易日漲幅也是 將近了15%左右 上禮拜漲幅也是 接近了15% 最高來到159.5% 也是創下了 短線上的新高點 就像我跟大家講 2024預估要賺13到14 這樣子的位階 早晚都要漲 早晚都要漲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就是說這個時間 很多的股票 它的位階只要夠低 它一定會陸續去做補漲 只要記住一個很簡單的重點 就是說 尾巴戰爭所造成的 所有震擔跟所有拉回 對於這些股票來講 拉回來它一定就是買點 一定就是買點 把握機會 不知道怎麼買 手上持股不知道怎麼處理 歡迎打電話進來 或先加入我們的Light 小老鼠W178 W178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現在期貨是小跌了 120點左右 就是收到上禮拜科技股 跟一些尾巴戰爭的影響 今天震盪都是難免 但是在季線之上的震盪 這一定就會是買點 因為其實我覺得說大家去思考說 如果沒有尾巴戰爭這件事 現在台股它的位階會在哪裡 如果說扣除掉尾巴戰爭這件事 台股它就不會震盪 或是說所有震盪 如果單純只是因為尾巴戰爭的避險 所造成的賣壓 那這一定就是買點 百分之百的買點 你去看哪一次不是這樣 真的每一次都是這樣 就連烏二戰爭也是 烏二戰爭當時也是造成說 很多的個股急跌大盤震盪 但是沒有比上一次還更好的買點 所以總結來講就是把握機會 很多的個股在這個時間點 它絕對會是很好的切入點 那我們簡單看一下一些股票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講就是說 掌握產業跟未來的數字 我們就能夠走得比別人更前面 像近期很熱門的CPO光通訊題材 光通訊我們在今年的六月份 我就已經特別開了專題跟大家講 特別開了一期專題節目 跟大家解釋什麼叫做CPO 當時我講CPO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做CPO 當時的華星光你知道多少錢 40多塊 才40多塊 也就才大概是三到四個月之前而已 華星光40多塊而已 當時我們就已經開始在佈局了 CPO 所以當時其實說 為什麼當時這麼早大概是六月份 就特別跟大家講 只要說AI持續在發展 CPO光通訊 共同封裝光學元件 它一定會跟著 往前去做發展 因為這個東西是相輔相成的 CPO就是 它為了要加快它的傳輸速度 所以它把它的封裝 是封裝在同一個載板上面 加快它的傳輸數據 我們之前有講過 因為說 AI它的速度非常快 如果說它要維持這樣的速度 它就一定需要更快速的傳輸距離 更短的傳輸距離 也就是CPO 所以這個專題 在我們的YouTube裡面也有 今年六月份 六月份那時候告訴大家的 大家可以加入去看 小老鼠WE178 V178 所以如果說 以整個CPO題材來講 我這樣帶大家來看一下 像4979的華星光 不是要叫你去買華星光 而是說 華星光 當時在這個位置 真的不誇張 當時大約是五到六月份 當時我們是買在 40到50塊之間 40到50塊 當時全市場 誰知道什麼叫做CPO 沒有人知道 當時就特別跟大家講 只要說AI發展的 發展的整個市占率持續擴大 CPO一定會被帶動 有沒有 華星光一路這樣漲上去 當然說 最甜的這一段已經賺完了 就以整個光通訊來講 最甜的這一段 一定已經賺完了 還有像是水冷 水冷我們也是賺這一段 真的就是賺這一段 當時我在買立志 市場誰知道什麼 叫做水冷跟靜默式的散熱 沒有 當時立志大概不到80塊錢 一路這樣漲上去 如果說以整個CPO題材來講 華星光在短線上 它最甜的這一段 其實應該是這裡 就是剛剛切入的時候 那所有的股票 其實都是剛切入的這一段 它會是最強 那像是6442光盛 光盛它就是剛剛切入 CPO這樣子的題材 而且光盛它是有營收的光通訊 因為很多的光通訊它都是吃題材 而且轉機性很強 但是光盛這檔股票 它是真正有營收的光通訊 它在明年大概可以賺到 6到7左右 那以6到7左右來講 現在股價多少 不到75元 不到75元 這個位階其實真的是很低 真實本益比大概是 11到12倍左右而已 所以如果說以CPO來講 光盛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以水冷的題材來講 原本靜默式散熱 可能說比較指標性的是 3693的銀邦 但是說因為銀邦的位階也高了 所以這個時候反而會 資金會回流到我們上週所講的 它在這個位置 剛剛取得水冷式的認證 靜默式散熱認證 取得之後連續漲 漲了100% 那接著橫盤整理震盪 這一段橫盤整理震盪是什麼意思 它就是在等產品出貨 等產品出貨 它營收出來 漲勢才會再繼續 所以這一段其實 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這一段會這麼強 是因為它剛剛取得認證 那這一段在橫盤整理 它在等出貨 那這一段準備在其漲 就是它的貨已經開始 出出去了嘛 那營收要開始關進來了 所以立志也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如果說以整個 車用來講 車用當然 育龍還是持續看好 育龍它一定是受惠紅華先進 紅華先進只要掛牌掛上去 對於育龍的挹注 真的非常大 育龍它絕對不是吃什麼育龍城 它在吃的一定就是未來的N7 那跟N5系列 那只要說紅華先進 在歐美地區的訂單好 對於育龍也是有影響 好 那育龍如果說 這個位置會有一些賣壓的話 整個車用包含像是6290的兩尾 兩尾也可以下去做留意 你去看 兩尾其實如果說我們把它切成是 周線格局的話 它這個位置位階其實並不高 這就是一個很漂亮的WD 而且以兩尾來講 它的數字也是非常的漂亮 明年數字非常的漂亮 所以這個位置也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那像比較傳統的 傳統的AI AI的ODM 偽創 廣達 技嘉 還有像是2301的廣寶科 這幾檔就像我講的 這幾檔因為說它的籌碼真的是比較亂 所以如果說你手上有的話 你說好 只要不是融資 用現股 這一定是可以等 這一定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你要加快 就可能就要適度去做轉換 因為這個東西沒辦法 你去想 全世界都知道偽創 知道廣達 知道技嘉 它的籌碼一定會亂 那又加上一些ETF 那跟一些可能說被動式的高股息的基金 會去做調節 所以這部分的籌碼一定會很亂 這個籌碼亂不是指散戶 而是說有太多的ETF 什麼高股息有的沒的 手上都太多這樣子的持股 所以偽創 廣達 技嘉這些一線的ODM廠 續爆一定是沒問題 只是它需要時間去消化它的籌碼 所以就是把握機會 手上有任何的持股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歡迎打聽我進來詢問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說 今天會震盪 那震盪我們就利用這樣子的機會 下去做布局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下講 段階段 1頓 1頓 3頓 1頓 2頓 4頓 2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